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大江大河三预热开机 三大男主领衔回归 赵丽颖强势加盟 大江大河作为一部当代题材系列作品 在经历了第一部与第二部的相继播出之后 无论是人气还是口碑都得到了极为显著的提升 日前爆出的第三部启动更是直接将热度拉满 大江大河三预热开机 三大男主领衔回归 赵丽颖强势加盟 众所周知 在已经播出的大江大河一与大江大河二中 主要的故事线索都是围绕宋运辉 雷东宝 杨巡三人展开的 通过一系列的故事线索 讲述他们彼此的奋斗和际遇 而在即将启动的大江大河三中 剧情依旧是延续前两部的设定 虽然故事有所更新 但是主题线索依旧是放在三位男主的身上 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改编 不过 根据相关简介可以看出 在这部《大江大河三》中 重点提升了一下女主的戏份 这是该剧与以往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 关于该剧的主创团队目前已经公布 依旧是由郑武阳光出品 由侯洪亮制片 李雪之导 唐瑶 马承宜编剧 可以说是妥妥的一部高质量大剧了 而对于主演的选曲也有了相关的公布 首先是三位男主的人选 这一点并未做出改动 依旧是由王凯 杨硕 董子剑领衔 毕竟他们三位对于该剧角色的诠释 可以说是极尽人心 无论是在《大江大河一》中 还是在《大江大河二》中 王凯 杨硕 董子剑饰演的宋运辉 雷东宝 杨硕都极具角色的典型性 无论是对于角色的刻画还是台词的把控 都尽显优秀演员的素养 而且 经过这几年的影视剧之路发展 作为男主的王凯 杨硕 董子剑都先后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就 尤其是王凯 近几年可以说是名声大噪 如今《大江大河三》开拍在即 他们三位实力派男主能够悉数回归 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除此之外 因为该剧女主戏份的增加 故而还选定了一位新的女主人选 她就是被观众们称为收视女王的赵丽颖 对于赵丽颖这位演员 想必绝大多数的观众都是十分熟悉的 毕竟出道多年 作为85后小花领军者 相继主演了无数的经典作品和角色 就连奖项都不知道拿了多少次 近几年 赵丽颖已经逐渐从偶像剧 向当代题材电视剧转型了 而且还收到了极为不错的效果 这在已经热播的幸福到万家 风吹半下等剧中便足以证明 而且 赵丽颖作为一位颜值 演技 人气俱佳的演员 无论是对于剧作的法控 还是角色的塑造都颇有心得 有她加盟这部万众瞩目的大江大河三 无疑是如虎添翼 目前 有关该剧的启动已经宣发 甚至还出现了开机的预热 作为主演的一众人全也相继得到了爆料 今年就会正式提上日程 相信很快便会发布更为准确具体的官宣 大家喜欢的话 不妨持续关注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